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凤 有没有同学记得 在几个月之前 我试玩过一款山海惊世界观的沙河游戏 妄想山海 没错 在这个游戏当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各式各样的珍奇猛兽 同时伐木彩石 建立家园 外出狩猎 饲养宠物 以及遨游整个充满山川大河的洪荒世界 最近呢 它又更新了一些新的内容 简直不要太酷炫哦 你们绝对想不到 好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游戏 一开场 诶 又见到了中古妹子 这次感觉比之前更漂亮了 游戏初始呢 我们依旧是喜闻乐见的做任务环节了 之前也和大家展示过 妄想山海这款游戏的自由度 可是非常强大的 首先 找到一块有山有水 风景宜人的地方安家 看起来这里就不错 第一步 建立篝火 宣誓猪圈 这次中古妹子手把手亲自教导 教会我们如何打造衬手的工具和兵器 同时还现场演示如何用不同的兵刃 配合击杀怪物 简直不要太贴心 下一步 我们就要为建家做准备了 采集食材保证我们不会饿肚子 伐木采食收集各式各样必须的建筑材料 然后就可以愉快地盖房子了 当然 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懂的 小风的建家模式那是万年火柴盒 这不 才过了几分钟 这个大荒世界里又多了一座可爱的小木屋 嘿嘿 本来还沾沾自喜 觉得我这家造得还算像一样 结果被中古妹子瞬间打脸 大荒山水几万重 木之所及 心之所向之处 也可其身 依山光海 狼腰漫回 花树成烟 进水楼台 人间巧遇 可得天功 欣赏了一下游戏里其他小伙伴们的建筑 我觉得吧 是时候进修一下自己的建造水平了 下次一定给大家做一个 超超超超超超级大的房子 哼 好了 初始的准备都终于完成了 可以开始我们的快乐狩猎模式 游戏中的狩猎怪物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先和怪物进入战斗 削弱他们的血量 当怪物残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裤裆里 掏出蓄谋已久的狩猎弩 只需要几发弹药 就可以轻松将怪物捕获 而最重要的是 这些怪物都是有机率掉落宠物弹的 这个宠物弹嘛 可就厉害了 嘿嘿 我们现在已经把家园 升到了三级 激活育林功能 成功解锁了孵化潮 小峰在这里再现教大家 什么叫做人工孵蛋 掏出我们刚刚达到的圆胎 痣 一屁股就上去 嗯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孵化成功 来来来 走过路过不要搓过哦 异兽智就这样成功 被我们人工孵化出来了 呵呵呵呵 游戏当中的异兽很多 是可以乘起的 来看看啊 骑着这只大老虎 是不是感觉微风拔面呢 本以为孵化功能已经是相当逆天的存在了 而中古妹子这时候告诉我 原来异兽竟然还有更多变异的可能性 宠物间可以通过吞噬提升实力哦 吞噬成功后的宠物 有几率继承被吞噬者的部位 还能提升各种属性 这个神奇的吞噬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太让人好奇了有没有啊 来来来 想要吞噬变异 肯定是要继续外出狩猎了 寻找到一些我们看起来觉得威风 好看 帅气 扬眼的异兽 把他们全部捕获 这只满身长草的牛看起来不错啊 抓走 抓走 嘿嘿嘿 这只白狼卡在了山坡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无伤抓走 太随意了有没有 这个大蝎子的尾巴看起来好帅气啊 那必须抓走 怎么还有一只呆起鸽 那我就不客气了 白送的必须带走 原来山海经理的鬼长的是这样啊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强 那我们就全部抓走吧 哈哈哈哈 当然捕获异兽的时候 千万记得要控制伤害量啊 否则像我这样砍死了 可就没法抓了啊 还有就是离这种远古神兽boss远些 这玩意儿可是血牛 百年千年的异兽 需要玩家合力才能击败 据中古妹子说 现在的大荒世界里啊 已经投放了一种叫做坤的远古生物 可遇而不可求 希望以后我也能抓一只 比方在家里镇宅 哈哈哈哈 好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斗 看看我们的成果 一包包的一兽 终于可以开始进行吞噬了 经过小枫我认真的筛选 我决定在质的本体上 加上熊鸟翅膀 这样我的大脑火应该就可以飞上天了吧 试试看呗 第一次吞噬实验开启 释放出野生熊鸟 战斗开始 熊鸟使出了暴风术 效果一般 只使出了火球术 效果拔群 战斗胜利 哇 第一次吞噬就成功了吗 不过 为什么是尾巴 熊鸟的尾巴也太臭了吧 不行不行 再来再来 怎么又是尾巴呀 不行再来 诶 这次怎么是熊鸟的头部 唉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脑袋一些 再来再来 哎呦 总算是出翅膀了 这可太不容易了 这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确认替换 当当当当 成功 这下我们吃的身上 长出了两只大翅膀 同时 学会了飞行技能 以后就可以在空中 俯瞰整个大荒了 当然 这个游戏的吞噬 是可以不同异兽多次进行的 除了喜欢游鸟的翅膀外 我还喜欢这只鹤金 驴米的尾巴 所以 要开启第二次吞噬实验了 战斗开始 驴米使出了电击术 伤害很高 但我们的痣 对它有等级上的完全压制 痣使出了火球术 效果拔群 yes 吞噬成功 这个短小可爱 毛茸茸的尾巴呢 就成功长大了 痣的屁股上 呵呵 完全体杂交痣 也在此刻 成功出炉 这时候呢 肯定要迫不及待的 骑上他 遨游一下整个大荒 这个大荒世界 真的是景色 风光 无限好啊 随处的高山 大船 深海 瀑布 到处可以看到 有爱的玩家 建立的各式各样的小物 以及不同种类 不同样式的奇特生物 偶尔还能看到一些 远古的遗迹和奇怪的NPC 简直不要太棒了 不知不觉 我边看风景 边光地图 来到了这个奇怪的小岛上 这个小岛上 不仅发现了玩家的痕迹 还找到一名叫做 灵污铁铁的NPC 他竟然说 可以让我们的合成异兽 进行再次进化 据说 制本体 加勇鸟翅膀 加赫金铝米尾巴 吞噬合成 然后只要给他一枚进化灯 就可以了吗 真的假的 我们试试看呗 阴阳极大 天地已交 幻灵接触 禀复发展 一天凶陈 凶器 哇 真的成功了 我竟然歪打正着 进化出了神兽穷奇 这个做的真的很 还原爱有没有 据山海经记载 穷奇外貌像老虎 大小如同牛一般 长有一双翅膀 可以飞到五万尺的高空 是一头远古凶恶的神兽 能飞这么高的吗 那今晚月色正圆 要不我们试试看 来一个嫦娥奔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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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迎笑 让你我肩并肩 何处不能欢乐无限 跑开烦恼 勇敢的大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哇 竟然真的飞到了一个外太空的星球上 游戏中真的有宇宙的存在吗 我要去这个星球上看看 看看上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这里 这里已经有玩家来过了吗 他们竟然在外太空的星球上建家 我也想建 但是 位置都被抢光了 既然没有地皮去建家 那我去参观下这些杰族仙荡的玩家家里 总可以吧 哇 没想到啊 建筑水平这么高 竟然是三层小洋楼结构 里面的衣柜 床铺 桌椅 架子 甚至还有游戏机 各种家具应有尽有 简直太棒了 阳台上这个唐仪太精髓了 海景房算什么 新景房有没有见过 真想在上面待一辈子啊 嗯 怎么说呢 妄想山海 成功将辽阔的山海经 无缝大世界 与自由探索吞噬异兽等开放玩法融合 为了重构山海经中所惠的上古大荒 游戏团队竟然设计出一张10亿平方米的无缝地图 在这片波澜壮阔的视野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绕地球一圈回到原点 也可以前往海底 浮空岛等特殊区域进行探索 最主要的是可以突破传统网游界线 飞上浩瀚的太空 前往各种外太空星球 享受和宇航员一样的俯瞰地球的视角 同时还可以在宇宙暗影眨展 啊 他成功打破了只能在家园内建造的传统之库 玩家可以随处选址 直接在大世界当中进行建防 从悬空小楼到海底宫殿 亦或是天外行宫 几乎所有地点都能选择 这个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啊 嗯 下个月也就是1月6号 游戏就要正式上线了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 期待一下这部 划时代的游戏作品吧 好的 本期由小枫带给大家的游戏视频呢 也就在这也说了 那么就是下期再会了 嗯 大家拜拜